現在再為這個狀況去多點住腳 再說一次 這個狀況就是在7月31日之前 如果Patreon的總訂閱人數 不論付費與否 總訂閱人數是超過40004 即是404人 從此以後這些神準的玄學資訊 就在Patreon那裡免費公開 一來希望可以免費幫助大家 不要聽到好像收錢才救人 二來就為了符合我這個ServiceK人生課題 我那個靈魂占星今世的目睹 還有三日可以讓我有多點時間 去追求生命其他更加熱愛的目標 還有我Patreon 我Patreon是什麼呢 這些我講了兩年 還有前一段影片 在我社交媒體的連結都會放在那裡 或者你去看那些Q卡都會有的 自己去找吧 塔千亂臨Patreon 好 現在想去給多一點點註解 我常常都是強調總訂閱人數 因為其實那個總訂閱人數 如果你看Patreon的Figures 也是公開的 是會包含了付費會員 and非付費人士 所以當然你今個月這個七月 你仍然都可以去付費加入 成為付費會員 成為付費會員 無人歡迎 那你就可以去轉向這個七月的 黃金內容 還有不單止這個七月 當然都可以轉向你 我一自開Page以來 一直的內容 OK 但是你都可以不付費 純粹追蹤 即是成為非付費人士 那就務求一下 希望這個月尾可以告白 那個總訂閱人數 那由八月起 你還未坐定定在那裡等收禮 但是 也都再一次說明 當我免費公開了Patreon的東西之後 就不會再那麼頻密 OK 好 那還有 就是想提的 即使 達標 去到這個4004 我從此公開免費Patreon的東西 但是八月前的內容 即是由我2022年尾 開Page以來 一直去到這個七月尾 的東西我是不會公開的 因為我沒有那麼有空 逐個Post去改 改它那個Visibility的設定 OK 那還有Patreon它 它沒有辦法讓我 一下子去改掉以前的東西 OK 那所以 就是 舊那些神準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 會看得到的 OK 那 也都另外想去解釋一下 這個404 你這麼突压的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我用零數學 Numerology去佔 我一向用塔羅和占星可以幫人去占卜 就沒有什麼用Numerology 但是 我什麼時候會用到Numerology呢 就是如果你找我去改英文名 我們英文字就會對應那些零數 那這個就是我 一般服務會用到Numerology的時候 但是 就是用數字比較少的 但是總之我這次就是去佔 那要達到什麼人數呢 就得到一個4字熟吉 那當然不會說什麼4個人 對不對 那但是就是那個 我希望最後得到那個Figures 會有一個4字 那但是說真的 其實我本身 我沒有去推開 就是推出這個Campaign之前 那個總訂閱人數已經超過3,300 OK 那所以這個4就是4萬 OK 就不會說4,000 對不對 那看來好像很多實質就不然的 因為重新多次 我本身已經有一個 就是一個Base在那 還有說真的 我只是這裏YouTube 那個Subscribers 還有加上Facebook那些 都已經超過2萬多了 那還有我從來都沒有假粉的 OK 我不是說要去買那些 FakeLikes那些的人 OK 那就算我當這些真粉完全重疊 扣了你Inactive 剩下1萬了 如果這1萬人裡面 每個人都去訂閱我的Patreon 說多次 不論付費與否 然後他們再拘捕多3個親友 是不是 那就代工告成 還有說真的 你有心拘捕都不只拘捕到3個親友 還有說真的 這些親友自己都可以再去拘捕人 對不對 那所以就不是一個完全達成不到的目標 OK 好 那跟著就 最後也有些感言 就是說 這件事非不能人實不為有 真的4004不是唯一一個很難的目標 還有我想說 那些人經常都說免費的東西最貴 這個論述我就不苟同 因為我這次的免費福利是非常坦蕩蕩蕩 擺明是不消你增金本銀 不費你一分一毫 雖然我又重新多一次 你仍然都可以在這個月付費成為付費會員 那就可以享用到今個七月 還有我以前一直以來的黃金內容 OK 那但是這個是你的個人選擇 你仍然都可以只是這樣去免費訂閱 那希望月底的時候拘捕人數 是不是 但是 這個世界上也都有另一句說話 就是說 沒有免費不搶 那這一個的觀點我就認同 因為呢 這次要去達成這個目標 4004 那都真的要你去張口 去伸手 那你才可以去吃飯 你才可以去穿到衣 那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暗示感 那你都要去P-Lib Service 你跟別人去說 是不是 還有你要去動一下你的手指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這裡的影片 或者我之前說的那些宣傳的Post 你都要留言 Like Share 還有Tag In 是不是 但是如果這樣你都自私懶的話 你都說很難的話 那Fine I feel sorry 但是Sorry for you guys 是不是 你們享受不到免費的內容 那還有都Kind of Sorry for myself 因為我就要繼續去忙下去了 那但是當然我都很感恩 老天爺是繼續想飯我去吃的 OK 還有 我經常都一直在說Patreon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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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已經聽到很頭暈的了 但是我想說 Patreon 如果你有用開的話 尤其是一個創作者的話 你就會知道它是一個很強大 還有它會是The平台 所以我以後就算有免費的東西 是不是 為什麼我不是說這個Patreon去達標 或者不知道可能我Facebook page去達標 是不是 多多少個粉絲呢 我就在Facebook page公開 不是 我只會放Patreon 而不是Facebook 或者iTube 或者YouTube 我逐個和你去品評一下 首先IG我只是當自己的私障用 其實是我一個私人生活 但有時候都放少少原學的東西 OK YouTube 它是一個影片平台 基本上你不放影片 就失去了那個意義 但如果我經常都要做影片 那個前制功夫 是不是 後制那些是很煩的 還有 反而你說 不是啊 YouTube有一個社群的功能 是不是 那個community 可以放很多社群的貼紙 是不是 但是它很廢 是的 因為 如果放文 普通的貼紙可以放到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要放圖的話 其實它有數量限制 是的 那至於Facebook 你說Facebook 不錯啊 是不是一直以來 文 圖 片 都放得 但是我想說 就是META的那個 algorithm 我覺得已經被珠西伯格 在那裡玩爛了 OK 還有現在是這麼多span 你開了Facebook 你已經知道 常常有很多人說 哎呀什麼 很高興認識你 我要加你什麼親友 然後很多病毒的東西 所以我要全力打造Patreon 一個這麼exclusive的 community 它是非常exclusive的 OK 那個自主性極高 可以由我這個創作者 還有有任何的spam 是可以馬上去ban 還有 因為這個生態圈 都叫做 還沒說被人污染去入侵 所以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spam 是的 所以 這裏就是給大家一些 小小的主角 希望你去明白 為何我會把這些東西 一直放在Patreon 還有為何我會去設定這個 的情況 還有經過一些解釋之後 希望你不要覺得 這件事是一件很難的事 做不到的事 OK